大家好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 是中国历史上最尊重人才的时代 我们读孟子这本书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 孟子呢 他游说各国 他是很受尊重的 而且呢 也可以说呢 是有时价值比较大的 比如说有时候 齐宣王想去见他 孟子呢 有时候呢 就是因为齐宣王呢 没有主动去找他 所以说自己有病 也不去看齐宣王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诸侯呢 对孟子呢 也是非常的尊重 有些呢 或者是诸侯的重臣 或者是亲戚呢 想拜孟子为师 孟子呢 如果觉得对方没有诚意的话 也会蜿蜒拒绝 而且那时候 孟子的待遇也是很高的 特地有气宰 因为孟子当他去一个国家的时候 他往往是带一群人 有时候是带 有几十两次和几百个学生 他就说 那这些诸侯国君 他不是光要照顾孟子一个人 他要照顾这几百个人的费用 那你想想 请孟子这么一个老师 或者这么一个助手 那费用是不得了的 而且有时候呢 这些诸侯呢 就是说 或者给孟子呢 或者说大臣呢 给孟子送礼物 送钱财 孟子接受之后呢 比如说在某个地点呢 遇到了这个人 就是在同一个城市 也不去回访 表示感谢 那么 战国时 为什么人才这么被尊重 我们说呢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 尊重人才的这个故事 比如说三国的时候 有著名的三国茅庐啊 但是不管是从战国以前 还是一直到 人才比较被尊重的 比如说秦汉之间 还有这个三国 人才被尊重的程度 都不如战国时代 而且有相当的差距 那为什么人才 在战国这么被尊重 最被尊重 我们说最被尊重 这里呢 我们就要谈到 战国时代的一些特点 首先呢 这顾名思义 战国 那就说呢 当时啊 这两百年间呢 当时的战争呢 是很激烈的 而且是比较平凡的 为什么这么激烈呢 因为和春秋不同啊 当时这些主要的诸侯国 他们通过春秋时间的兼并 春秋时间时候可能是时期 有一千多个国家 到战国时候 主要就有七个国家 另外呢 还有十来个就是比较小的诸侯国 他们中间已经没有缓冲了 就是边境呢 都是紧挨着的 这时候呢 这个战争呢 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 这些诸侯国呢 他们都为了生存了 所以就需要人才 当时人才是流动 是比较自由的 因为大家都出这个高价 对吧 然后都是从里后币 然后礼貌 也非常的周到 彼此之间的竞争 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所以必须尊重人才 这是第一点 就是竞争的需要 所以竞争 首先是人的去竞争 然后才说 这个物质方面的竞争 所以说呢 当时人才很受尊重 很受追捧 第二呢 这是同战国时期的 分权体制 以及呢 国亲呢 和重臣 拥有大量的资源和财富 分不开的 战国呢 不像秦始皇以后啊 他不是中亚集权 他是分权的 就在诸侯国之内呢 他往往他那些重臣呢 像丞相啊 大臣啊 还有他的皇亲国戚啊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 战国四公子啊 这些人是拥有 很大的权力的 比战国以后人的权力呢 大得多 他们不仅有权力 而且有拥有大量的资源和财富 我们知道这个 两宋时期啊 是中国历史上这个官员 薪资最高的时期 但是说到这个高级人才 高级官员呢 他们的待遇呢 就远远不如战国了 我们说宋朝 他他的工程 一般人才封多少户 也就一千多户吧 有一千多人家的这个丰户 到战国 就是战国的一个小出户国 他可以封万户 几万户 我们说如果战国时期 如果税收是百分之二十 一万户 这样的一个大臣 他可以养多少人家 就可以养两千家人 所以他战国这个好事啊 这种人才不光是国军呢 还包括国军以下面的 那个皇亲国戚 比如我们说最好事的不是国军 是战国四公子对吗 这种现象在战国以后不存在了 因为他四公子是用很大权力 他有自己的这个领地 另外还有丞相 众臣我们说的一个故事 我们比如说这个于清 对吧 他第一次见那个赵武臣王 就给他赏赐白币一双 赏赐这个千金 第二次见就拜为丞相 丰万富侯 就见了两次面 所以说当时人才就很受尊重 但另一方面我们就看 他成了万富侯 他又可以 这个招聘大量的门口 就是仰视 再说第三点 为什么战国人才受尊重 因为战国人才素质非常高 这是由于当时自由活跃的学术气氛 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呀 战国时期因为他这个由于生产力的限制 我们说他的这个文化发展程度 可能是不如这个东汉 宋朝或者明朝 明朝他们说是中国教育最发展的时代 当时这个印刷术已经比较成熟了 是明朝 但是明朝是科举词 八古文 宋朝也是科举词为主 而且汉武帝以后都是独尊儒术 而战国的时候是百家之名 所以说学术气氛很活跃 所以当时人才呢 你说可能数量并不是特别的多 但都是高素质 而且当时是全面发展 不是像后面就是读书去考官 或者说像汉朝一汉读尊儒术 是比较可以 非常开放的 有开放的辩论的 而且因为是战国 你这个人才 你要到战场上去考验 要治理国境 你要拿出成绩来 都是来不得虚的 你是不是人才 你能不能打胜仗 你能不能把国家 这个经济 政治搞好 都是有这个标准的 所以说 由于当时这些人才的高素质 所以他们也特别受到尊重 当时我们还说 战国是人才特别受尊重的 也是当时的一种潮流 找出造成一种潮流 当时的一种风向